我跟丹廷菲選舉 第一次是我贏 成功成策 你有贏過 就是我議員六選這次 我贏他900票 但是因為那區七個裡面都女兒 我第七名 所以他補起來 所以你跟陳廷菲相遇三次 其實這一次你是贏了 對 六選那次 是我開車門給他做車 他是婦女保障者 是 那麼後來我選到這個 200立委這個雙區是什麼雙區 我跟你們報告一下 你們就了解這個什麼雙區 所以大家在說 我現在選的第二雙區 最簽 簽到出籍 跟這區 安南區 199年 平民民跟蚊信用 粗算 60塊有了 你會記得 那次 粗算之後平民民出算了 全台灣300控告鄉頂 包括這個勝客戚就對了 全部都輸入政府 剛才一區 平民民沒輸 安南區 安南區 就是你現在的選區 對 就是我跟陳廷菲這個選區 第一個 宋初如選選選擇 對著丹東南 丹東南發出 台湾人四百年來得證 所以冬基時選擇 宋初如是 像風 grosse段 就如臨無臨資金 三櫃 切菜 鼻鼻鼻鼻 都贏了 我看他沒有帶來今天這次不對 唯一只有一區書 書給丹頂南 就是暗南區 所以這個比你現在要挑戰這一區更綠 對 所以說這區就因為有暗南區 所以現在台南市多一宿 後來多一宿 台南市國民黨唯一贏的就是 所以這次各宿派贏兩區就是我的北區跟黨區 各宿派贏 他們現在幾一宿總要把黨區給 行政區的黨區將近十九萬人 總要把他切成兩邊 切成兩邊一邊去挖林鄭 一邊去挖南區 他們認為他還要六宿總體 坦白說我說高雄如果是韓流起來 讓韓國瑜八宿總體 這是不正常的一個民主制度 南部長完全不太陰 所以勒水客宜南 芬林 家宜官 家宜市 台南 高雄 賓東 全部沒有一個國民黨的立委 一宿就沒有 台南市五宿的立委選三次 但一選區已經選三次 十五宿出 全部民進黨 所以台南 高雄 賓東 這些都市民很委屈 因為這是不能怪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就是主張不要跟中國交流 不要跟中國交流 不要跟中國賣賣賣賣 所以民進黨此地民意代表 國會議員 他們都不願意替農薇明 去打通路 國民黨接種ific了 eight年 比較有一些不分苦涼意 替他們 temporal 我身為台南市的議員李毅 所以他們現在說我過去買翁來 我買2萬3千 3千頓的翁來 我一個宣布這個消息 我過去沒在說 我們就做 做點點做 農民可以賺錢 讓他們去對接農民多賺錢 這我們做得到 他說我就是買飯 什麼去中國朝鮮 農民沒飯吃 你說我是這樣 我也吞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是中國有賺錢 今天這個過節就賣不賺 我們是向這個通路上來負農民說 我帶他們去 你知道我們這個節目做過 那個翁來賭的好到最重要 只賺翁來一年後買2千萬 你想我台湾的農民看多可能 賺50家翁來在大手 廟要賺2千萬 一年後 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農產 山蕭制度沒有辦法保障他們 所以我今年 外出我跟他們帶他們 別的兒子 我說不然你派一個代表 他們學生的隊員去 我讓他們負這個通路上吃 我們是在 做人家 找通路 讓他們顧得到 農民、虛民 大家感動到老百姓 你還要繼續幫我抹黑 又抹紅 我不在意 因為我知道農民、虛民要什麼 他只希望他一年辛苦 正做起來的規矩 有通路 我多受苦 我們是希望幫忙他說 你航空如果不賺30 我可以幫你賺30 沒有也幫你賺30 在大手的時候 幫忙 沒有我也2、8塊給你吐掉 農民真清楚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他們讓我帶他們出去 他感動到 我也讓他們感動到 去年像麻豆 那些油 龍姐代表請教你一下 你這次的選區是這個 畫出來的這個選區 人口最多的是麻豆 沒有 西瓜 那就是麻豆 家裡人最多 家裡人最多 超過3萬人口 家裡差不多 豆皮差不多 他差不多6、7萬 來到麻豆 先發 這也是人這個 來 新七總共3萬 新七也要3萬 對 安定 西港這個比較多 這裡比較多就對了 新發 新發白帝里 新發白帝里 這些地方的 你剛才所講的 農漁名多嗎 這裡都做農 山湖 玉政南西南華做定 這都山湖 這山子 玉井的芒果 山子 山子 莊豆 我們這裡比較多 我們這裡比較多 新七現在有白蓮蓮 我們傳統台灣的白蓮蓮 有夠漂亮 像藥一樣 像這種東西 就不用我們擔心 它賣不夠 所以這還是以農漁業為主的一個區域 是 山湖 大來 大來的木櫃 這櫃子都很多 很好 因為為什麼 它的礦物質很油質 離開了 那個開水就對了 起來灌溉 說不清洗台灣是這樣來的 一條十文卡 對這裡過 不夠煽發 煽發太牛 你們這些牛肉 都在我們煽發牛肥出來 這些溫體牛肉 對啊 現台現鬆 現湯現吃 一例的精神 一般牛肉湯這樣而已 新市的黏霧 讓我們安定 才有路順 麻 麻豆的紋斷 你說那紋斷 油都對我去是怎樣 他很清楚 我說你油就 你油比較有開 我們現在油 開始要結婚而已 你對我去做什麼 你沒有油 他說沒有 摘油 拜託 他是看我們的節目到我們去 我靠去服務所說 他要對我們走 他說我們的油 幾年都到處 沒有人去 沒有人來給我們去 像麻豆就生產 八千五百萬斤 你若若 華蓮家 你覺得很多油 爭相 他們的卡在什麼 寫麻丹文丹 他生產的幫你寫麻豆文丹 所以這些麻豆的油 農了要很大 尤其我們油 是要白露這個 折開 起來 收的油比較好吃 白露前收的油不吃 結果今年剛好白露 是九月蒸白 中秋這個剛好 九月十三 五十塊而已 我們如果中秋 你就不會再買油 中秋過 你怎麼又去買油 所以這八千五百萬斤 他們就沒在燙 拜託我帶人去 去沾江南割菜市場 一日賣四萬斤的交易量 一日賣五千七百塊 二十串的火鬼的交易量 我帶人去 那個老闆說 你什麼東西 你怎麼比我的油比較好吃 你吃看看 吃人的油看看 台中沒有油 我就有油 我買你的油 我們這個油是這樣 老長的鼻子比較好吃 新長的鼻子比較不好吃 這樣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就是說 混在一起賣出去 這樣就是 你染了就是 染了就是 染了就是 人吃到肉 給你騙他 所以你不能染 你要混 所以農民很清楚 他去看過市場 他就知道要怎麼做 你不要這樣 別說這樣 染民人帝的人 沖沖沖 改當新長的新長 我價值12塊 老長的30塊 就不同的價格去買 你不一樣 人有不一樣的消費股 所以他們去 他們覺得說 你總之 你不在做事 你才會對我們這麼了解 我說我沒有對你們了解 我是中心比心 我用消費者 比較說我是消費者 我什麼價值 我最想要買到 什麼樣的規矩 然後消費者的心態 比較用皮法者 進口雄的心態 這樣我要買什麼東西 來買我的消費者 如果這樣我要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對生產者什麼樣的要求 你們今天來看到 看來你就要扮演生產者的角色 生產者我就是要做品質分類 價值分頂 然後一定的 二頂的到三頂的 你不要好的 我有好的 要紅的 我有紅的 要香的 我有香的 這樣下去 你的市場可以研究 連絡對方 讓你一個當機性的頂端 你就可以做價位性的行善 不用一個深冬 每不時 蒜天開火 文端開火 你就心在怕 怎麼今年會開這麼多 是要收割多少 如果大起來 價錢要幫他 要怎樣 每天每當都在煩惱 一當一當每當都在煩惱 所以如果有這個頂端穩定 包括三個魚 現在可以出魚肚 可以做魚丸湯 這樣出來之後 這些魚民跟農民 它很清楚 你有頂端給我 我就可以做價位性的行善 我可以安心來做 最主要 要有人代言 我們去就對了 我們去到那裡結婚 代表人 你信謝 我想說好 我香香氣來 我說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我說 你在大陸有知名度 你認識我 我說我講的話你聽不懂 有啊有啊 那個有字幕 對嗎 就叫我們學生 所以我把這些農民說 這樣啦 你們來 韓國如在大陸這個市場 有哪有平白 我拿你們代言 我在那裡給他們 我說來我們現在 把我們嘉南冰原 種的米 我們的鳳梨米就對了 真好吃 從來的米我早來 人家政府說要做我們台灣美食節 台灣的米實節 介紹我們台灣的產品 我說我來那裡煮飯吃 他說你要煮飯做什麼 買我們的米 因為我們的米 比他們的米更好吃 他們都吃那個泰國米 那種 本來就要抹起來 我們的米比較Q 比較飽水 比較好吃 比較接近像日本的酥脆米 這個品質比較好 他們會接受 我來煮飯給他們 我自己煮 我來代言 你們 我們要抹一口肉食 這叫做韓國如的滷肉飯 這樣就滷肉飯出來 因為他們不要吃薩肉 薩肉魚 薩肉糕齒 我們現在把魚肚炒起來 結溫處理 快速冷凍 去到那裡套起來 這些人打的 新生蠟肉 一樣 那他們煮魚肚 煮魚肚湯 然後做那個薩肉魚丸 配魚丸 肉色飯配魚丸 最後配台灣的粿子 王来 念慕 设客 跟我们这些文端这样 这个把它摆下 他们的电视台会来摆 他们的政府有电视台的拼头 摆出台中的人 一个星期都两千万人 你像在福州就八九百万人 一个星期有两千万千多万 都在台湾的一半较低的林口 所以如果是这样下去 人员愿意提供那些市场给我们 你看 这冬季民地看一看 他就说这样后天再带我们来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地方困难 我跟你说 别说多困难的丧夫 就是困难 我专门在土地 你们都知道 山更高就要有人去开楼 海更深就要有人过多 我尤其身为一个市场保守 我没有跳火圈 什么要跳火圈 这跳得很保湿 放心 人们说水不含无意地上屁 水不含无意地上屁 青霉也有眼光会在坑上 我准备去走这些浪民虚民 对我那千千天 我说你以前回国民党 你才会对我这样 以前熟成平非这么多 去到那儿又数了很多 第二双区是14万比3万 国民党跟民进党 14万比3万 这样不是更差 你这14万比5万 你又多了2万 对 所以这就是西社在转变 西来温转 网友千里之行无人不灵主翁 林友冲天之籍无人不灵主通 今天就是西亚 云亚 冰 非我只不灵 只要人真打拼 兄亲给我们看 我一个乐器英国亲切 他说我叫你梁戒仙 是比较过分 我住你的背 你这汉文 我看你的文哪有打过 比我更来 黏出来比我更来 我看他在拨疼就对了 他在拨疼 我们做西人 我们都有一个拨疼 在教典死亡 都在拨疼头上 做不对就叫你在拨疼 我看他对人是什么 一定人中心好住 两警司独书经典 就是说好天的时钟 做西 留好天的时钟 所以農家很多歌手 这农夫都有学问 所以他跟我们说的 他就说这样我带你来 来在庭口 某人在那 某人这个以前庭 黄卫做的 这个以前庭什么人 拨疼的 这个庭上 我说他都庭他 你带我来要做什么 没有啦 你来他们会 我听一句 你来他们会 所以乡亲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有帮到那边做会 那个 开口 电风 不是要你搁搁在乡 他如果看我去 说我差点就坐下 米酒头你也要喝 我去 我每天都可以 他说你就在家来 大人的 这你都没了 我说我不是没 我是听你们给我搁 我要替你买 要替你行销 我必须你要搁我 你搁我 我的经济在心 我才有法度去 台中 这个消费者 我给他了解 这是台湾的好东西 杉磨虎 他说杉磨虎 这是 电声说是南华人 我的老师就南华人 他在说什么 什么叫杉磨 什么鱼 就变成虱目鱼 南华 南华岩冰顶 这就是电声说的香 要说杉磨虎 所以电声说是在 人狼狼才是在问杉磨虎 后来就变杉磨虎 这就 你要跟电声说的故事说 这样他们就 这在说故事 他们吃杉磨虎就会 原来杉磨虎 不然他们说牛奶鱼 牛奶鱼就合名 你咱说杉磨虎是怎么来 什么鱼 成功鱼 年后那个南华冠 就是这个香 荷乐围就有这个香 所以杉磨虎 刚刚好麻烦 这样后来杉磨虎就有通路 所以我是认为 杉磨虎 尤其三个堂 韩国那天就上星期 我感觉很感动 我说似乎你这么没用 你十二点四十五你还没睡 我很多朋友 叫我要给你转 你身体要顾好 铁铁的身体 你不贴这三个堂肩 对不对 你这样才会转 扁市前扁到这样 你这里晚上才不会过 他说没有 我就问韩濱 说礼拜要投票 我才会不会去 你看你就记不得 我是三个月十 我要投票 不是礼拜要投票 所以他就说这样来 是不是来给我作算 他当时要来 我不敢他轻救 他说他要来 我认时间 我说我不能认时间 因为我认时间 你譬如说你今天要平秀琳 你我认时间你不就要把平秀琳记转 你就在四人家 不行 你有刑定在拜 这样你认时间 我配合你来成立总部 他说可以这样 我说我认你的时间 我认查的时间 如果拍你 你说你放心 古早 王 天王 方帝就对了 王要去到那儿 什么时候去 就是好力 那叫做天下力 妖魔鬼怪 死去就对了 都要退比三分 所以黄历马上会改就对了 不是 那就是王的气 他只要他要来 就是好力 整个磁场都不同 气中都不同 整个人含我来 就队在蹦起来就对了 所以只要一定时间就好力 就不用看你 所以我认识一阵就来 现在目前他 到底认识一阵 长有讆 我现在说 公布一下 公布一下 大家都想知道哪一天 谁会理事 理会理事 过年过 理会理事 会最后 10点 要订高铁票赶快订 10点我就理会理事 这样我来办 办成立会让大家来 这样就是说 他来 不是我认为你来听我两次 没意义了 要照你的六言 会不会出力 人让你来 高雄法大宅 现在是会要出力 人要进来 台南也发财 所以你来听我 是听台南乡亲 不要说听责任 你说台南发大财这件事情 难道黄伟泽不用来站台吗 他 我有说黄伟泽你的态度 就是说你对两方的态度要明显 这很清楚 因为若清得台湾独立的思想 已经让大陆对台湾 台南市打一个车 所以黄伟泽的英雄 未来四年台南农蜜民的 生活很严重 还是很重要的基标 所以韩国如果来 我想我叫他怎么听农蜜民 我会在会中的头上 办一个农山品的礼会 夜市又来了 农山品就是农中农山品 肉色饭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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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蜜蜜 这电视台会来热 热完后台南看得到 我们不用去台南农场了 我们就等台湾 替他们行销台南市场 他们大家听到说 你这样过生不错 这样台湾的电视台 怎么有在看 这样他们看到这蜜蜜蜜蜜 韩国人会要煎 不要煎 我是不知道 如果我 我是会要煎 虚肚汤 空温过 他给我们买 虚育民就有生活可以升纯 農民就可以收入政家 所以韩国如来 你不用天才联盟总算 我还没总算 我还在算 但是就能让台南的 農民虚育民 先贪钱 跟高雄快乐的气氛 应该来台南 这样比较重要 谢龙介他非常有潜力 他也非常有爆发力 绝对有可能 因为今年是2019 2016那时候 包括2014都是国民党 气势最差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今天的整个大环境的大氛围 跟过去2016跟2014 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看到上一次 上个礼拜的补选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团结的国民党 面对分裂的绿色 我想绿色也好 这一次也一样 绿白的分裂 这一次其实包括陈晓宇也是 你是沙咖嘟 包括民进党 现在派系之间的问题 郭国文是新潮流力挺的 现在新潮流在党内 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其他的包括线系 包括其他派系 可不可以力挺郭国文 其实这都是指标性的意义在里头 所以我刚才才说 面对分裂的民进党 看到国民党如何去团结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 这个冰府他在整个适林 包括在大同区输的状况 其实色子岛 他是输在民进党强大的资源 我说色子岛25个里 陈冰府输6000多票 其他的适林25个里 他才输600多票 98票 大同区他才输610票 这主要是输在色子 色子为什么会输6000多票 我觉得蛮讶异的 我都觉得检调应该好好去查一查 所以这一次 包括后续的一个多月之后的补选 我真的是建议 面对民进党强大的资源 检调我们要好好的去看看 每一次的选举 到底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 要不然我觉得大情势大氛围 加上有爆发力的泄龙界 我觉得是有些 郭国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上次他过去是我们劳动部的次长 上次在劳基法二修的时候 他说台湾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虽然我们有宣导 法令已经很清楚 但是我们不能罚太重 重罚中小企业会受不了 所有劳工就说 没有违规就不会有重罚 为什么要怕罚 有这样的次长的话 干嘛我们要定劳基法 干嘛要定罚则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劳工 台能劳工能不能接受 更何况现在刚刚分析过 这几个区域 特别是人口大的区域 其实都是农业县市 农民最苦的 不过就是这几年 农民能够买单吗 加上刚才沈大佬讲的 未来是Twin City 以后两个城市一起带起来 让货出的去 这就是一个主要的诉求 所以我说 面对分裂的民进党 加上团结的国民党 加上有爆发力的泄荣界 加上了解地方泄荣界 加上啃去地方经营的泄荣界 加上连里长都悬货的泄荣界 还有面对一个高高在上的次长 我觉得爆发力不会差 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你刚才那一段讲完 最后应该加个洞算才对 台南的第二选区 从2008年变成单一选区制之后 就是三屆都是皇位者 在2016年的时候 甚至囊括了76.47%的选票 所以大家都说他绿到出支 可是除了寒流以外 我会补充一下 其实我觉得龙流也不容消去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亲生的经验 龙流跟寒流 对 我这个是使用者消费反馈 我比原汁性运 因为龙建议员在我初选的时候 有陪我去扫街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文山 一般认为它是蓝大于绿 但是我们选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其实摊商都是绿的比较多 夺绿甚至这个会长曾经跟我们开玩笑 我们去办活动 他说还好你们是今天来 今天摊商自强活动 大家几乎都不在 言下之意就说比较不容易被呛这样子 所以当时龙建议员 陪我去扫这个选区的时候 我是扫这个市场 我是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我担心他千里迢迢来帮我扫街 结果万一我被当地的人呛 对他不好意思 结果我的担心真是白费了你知道 从卖猪脚的 卖香包的 卖茶的 我们卸议员明明到别人的选区 可是他跟每一个摊商都有话聊 而且都跟人家聊的 我真怀疑他们是不是本来就认识 每一个人他都聊得很投入 甚至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多了 我有时候去他们还问说 卸议员好久不见了 什么时候再陪你来 或是有人会说 就是上一次卸议员陪你来的那个人 所以除了寒流发威之外 我相信龙流自己也有自己的动能 两股河流之后一定会有 很让大家意外的表现 郭国文是这样子 他2010年跟2014年 其实就是当地的市议员 我觉得他比卸议员有一个优势 因为他议员的选区跟立委的选区 是重合的 新市的部分然后还有永康 所以他选区是重合 这部分是他的优势 但是他又有他的缺点 因为他刚刚袁姐也讲了 他到中央去当官了 所以他跟地方的连结断了两年 大家都知道这种地方型的明代 一旦跟地方的连结断了之后 要再接回去就要花一点力气 说实在这三个人里面 跟地方最深疏的可能反而是郭国文 因为这个陈小玉 他除了是民进党党代表之外 他也是黄伟哲的后援会青年团团长 所以代表他组织的动能是有的 如果这样比照起来的话 陈小玉还有一个问题 黄伟哲虽然固然是他的优势 可是黄伟哲自己的票房也在下滑当中 就来谈今年的选举 过去在2016年全台南最绿的就是麻豆 麻豆在2016年很恐怖 民营党拿下了83.51%的票 可是今年去年年底 只剩下48.57% 已经严重的往下掉了 更不要提黄伟哲自己在台南的支持度 将近剩下不到四成 所以虽然陈小玉有过去跟黄伟哲的渊源 可是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 再加上他们两个又分裂 我们有寒流加上龙流 我相信这个局势 所有的人应该都是蛮乐观的 铺帖本无穷 何处得丁哀 韩岐厅 譬如这实在说 不要说是神 这真的比神更加加一架 就不要说我们这半生而已 半生是更不感动 这是主持人说的 我抱歉 本来就像甘阿球 这过去因为老总统来到台湾 丁哀厅的金镇 所以两边通到铺 当时的铺牌就是要对撒 甚至青山 所以很多人都走路去日本到美国 通牌也说 当时在老总统在的时候 什么人敢说要禁中国 是我们要去通牌 当时的公法是这样的 慢慢像骨头的时候就是 开始开放交流嘛 交流了就像这个形态 到现在这个链鞠形 这现在已经漸漸暴力 危机就是什么 这是现在你看是链鞠 若是没关系把它钓到回来 会变弃鞠 这两个鞠子 两个鞠会生弃鞋 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接近兵佣 胸肩的时候 所以他现在说要把鞠鞠 穿上骨头 就是中间这条鞠鞠 把这两个鞠鞠做这条鞠鞠 只有头鞠鞠不断扩大交流 有办法回到这个形态 那么扩大交流就是 韩企长他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他刚好是地方收党 所以他可以撒开政治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 让他的鞠鞠更大 他不要去说通鞠鞠 台湾为止中华民国的立场 那么不断和大陆扩大交流 扩大交流 扩大交流我们的地区也不够 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一台地区比我们更好 就有够 时间会发生很多问题 所以只有扩大交流 那么因为这样 一张美国的奉门 所以他们去浑浑浑浑浑浑浑 这个奉门你说 既然都不要犯上 我只回到台南就对了 实在说 我坐在高梯上去 去要扩我扩大交流 你如果这样想到我的心 我扩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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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没有了 我要去看韓国 要先带来看你 要去高雄看韓国 要先带来看我 来 他们现在很多人来说 对这种美国的奉门 作成对韓市长有基台 这基台算是国民党就睡了 所以我不想说 他们太太也说大家不要五次 韓市长也说不要太多 你如果叫人不要五次 如果说不要太多 大家偏偏就越多越多 坦白说 民间现在有一股声音就是 如果既然选不贏 就让一个拼的赢算 不然是怎么要这样 我说他没有理由人家算 第一 高雄市民 他准全力在拼 但有一次一个多月而已 在拼高雄的经济 在拼高雄市的未来 跟幸福的希望 他有理由人家算 他说有阿隆街 你在电视里有说 说所音长叫高雄市 如果要拼高雄市 就够高雄市 你看这听得到 可是所信聪议长 你如果要再对高雄市民 欺责 要再对高雄市政府欺责 就对了 你是在把高雄市这种材 灌背了 灌营用分 让韓国的这种 会越来越大张 这我们台湾人 你都很清楚 尤其我们的艺术人 像路肩不平 起死人 拼高雄市 就是这种 你哪有说 他做一个圆 他贏 去烈室 你输得在那主持会去 跟你投降 你负责三千多个 高雄市多少给我们補助 你总要叫他吃虎神自己合 祖祖 林祖 这听到高雄人的心怀 是有狗厄的 所以他们在看这个节目 他说你有说过 对不对 所有人就是这样 对有高雄人 我就是吞不烈 所以现在是对高雄 慢慢有这个气氛 除非 高雄市民说 如果这样叫我们吃虎神自己合 市長去拼 你总算 对我们高雄 可以改善 对我们高雄的争处 跟六甲 虎民 農民 拖帆 都有帮忙 让他这样起来 我看是什么人都拼不住 不要说 可疲 你还要继续 搭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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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陆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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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所不變台東的問題 那就是你立場的問題也好 那就是你主政治主黨跟我們不一樣也好 但是你應該支持韓國瑜 代表中華民國 繼續跟台北擴大交流 如果這樣的話 你要跟美國更親 這樣你算是說 還有支持對台北 不是動作敵人的看待 這樣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還不含入危機 不然你不能看這樣 現在隆行到避民 我不是在這裡說 他說兩天你有告訴你 沉緣不聽下的理你就知道 我們得到手 一丁臨中心好主 兩天書 獨書經典 他們都有看到 他們撤撤人 你不要看正式的 做實的驚豬頭 二次比我們更多 石市憲民撤比我們更好 他說兩方的關鍵 如果現在美國這樣 我們如果起幾平 你回去節目中要說 這對我們台灣撥離 我說你如果知道 美國國際局勢 你當作我們走豬頭的 都沒有在關心 現在我們的農民 虛民 包括我們很多 他們的治療是對美國增口的 包括豬農 要生豬頭 要生一斤 一公斤的肉就對了 要吃一公斤的豬肉起來 要吃四十塊的 玉米陶蘭的治療 所以美國的玉米大總部 主價是怎樣 他們都在關注 如果美國跟台東 關火打破它 我們台灣去抵幾度就對了 我們好寫 這農民拔轎也很厲害 你如果拔小轎 兩腳在拔 拔小小 你黑白抵沒關係 不會怎麼樣 如果在拔大轎的時候 你去抵幾屏 去扔到軍頭尾就對了 你就拚他 所以為什麼你要抵美國抵幾屏 抵疾如初不如讓韓國瑜 他現在去到美國這張演講回來 可以按美國人的心 這樣你的立場是顧現宅狂 維持現狀 這這樣講的維持現狀 副總統你的維持現狀是救的 你的維持現狀就是清朝這樣 戀酒 這個維持現狀一樣 接著開始說 要風雨勝 保守火鍋 生產火鍋 加強軍閉 這就開始變刺球 就已經不是一顆音球 變成刺球 當機在炒刺球的時候 你就要退筆三分 所以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施政的優先順序 是大家要做網紅 部位首長要做網紅 所以我們的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在他的戰略之旅通通碰壁之後 就開始做起網紅 找了台北施議員高嘉瑜 跟他一起直播 陳明通跟高嘉瑜要直播什麼 兩個人是要講兩岸政策嗎 高嘉瑜試圖要把他拉回主題 問他很多兩岸的議題 但是陳明通都不答 顯然他覺得可能談兩岸 這個收視不會太好 雖然很努力的搞笑 拿了兩支布偶租 結果最高的直播點閱率 只有168人 比勞動部高 比科技部高 科技部只有70幾個 你一定要拿勞動部來看 網友也是一串惡評 說怎麼再浪費生命看這個 又冷場 蔡英文之類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場直播算是滿失敗的 失敗到連民進黨的市議員 梁文傑都看不下去 他說他看到一段奇怪的 陸委會直播 覺得我們這些挺搖文治打仗的人 都是豬 所以他看到了這個直播上面的 他覺得他自己是那個豬 他覺得這是一個奇怪的 陸委會直播 所以168裡面有一個還是他 所以168還要再檢疫其他的人 再看陳明通直播 這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 在當網紅 所以民進黨自己的民意代表 都說乾脆廢了算 不只是陳明通想要當網紅 那麼科技部部長也想當網紅 勞動部也想當網紅 蘇貞燦也想當網紅 蔡英文也想當網紅 九合一的敗選 到現在他們沒有找到他們的原因 沒有找到他們敗選的原因 就是老百姓真的受不了了 老百姓太苦了 老百姓在經濟民生方面 一直得不到解決的辦法 跟有效的改善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他們數本足矛 他們看到韓國瑜的起來 他們認為韓國瑜的贏 是贏在於他的網紅 不對 韓國瑜的贏是贏在於 他了解人民苦在哪裡 也就是他很清楚知道 高雄人真的是又老又窮了 所以經濟問題是 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他從開始選 一直到選上 到選上以後一直到現在 那麼長的時間 他一直在解決 經濟民生的問題 這樣的情況人民才有敢 而且人民的有感就會反映出來 所以他的一舉一動 是民眾主動要去捕捉 媒體發現他的一舉一動 民眾有興趣 那麼媒體也去捕捉 所以是一個相附相成的 就等於是三營的一個局面 所以他的網紅是這樣子 整個燒上來 是因為他找到問題的焦點 然後他也知道人民的苦在哪裡 然後他也在一直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媒體坦白說 我覺得我們的旺中 或是整個忠實的媒體集團 或是我們看到了 我們只是一直在做很客觀的 一直做報導 老百姓太多的需要 我們就一直提供給老百姓 所需要的訊息 而這個訊息一直不斷的經過加成 那麼他就越來越紅 蔡英文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沒有想到真正的問題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